上集说道,前庸者雷游打败了魔王与四天王,由于他实在是太强了,回到圣都后却被人民所惧怕,最后他被国王下令离开都市,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有天他听说魔王正在招募新人,所以他熬夜思考该怎么毛遂自荐,穿越看不见尽头的沙漠,越过好几座险峻的山头,终于来到了魔王城,没想到劈头就被魔王赶出来,后来拜托四天王给他机会, 并给了他一个月的试用期间 今天是雷游的第一天上班,阳光明媚是最适合工作的好日子,正当他要找修丁娜时,却发现房门锁着,他使用魔法把门给打开,打算表现出自己积极向上的一面 眼看修丁娜还在睡觉,雷游怎么教都教不醒他,决定使用变身魔法,把声音变成魔王爱奇德纳 魔将军,新人採用的書类宣告是怎么变得? 修丁娜当场惊醒,并向雷游不断道歉,说应争者的人数比想象中还要多,雷游要他别把工作都压在身上 事实交给底下的人也是上司的职责 修丁娜应声说是,结果一抬头看到的却是雷游 修丁娜直接一手释放了大兵枪,震动声让爱奇德纳误认嫡息,以为修丁娜压力太大做噩梦了 由于前勇者雷游,对魔王军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导致魔王这边大部分的事情都交给四天王 尤其是修丁娜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加上爱奇德纳希望能赶紧重振军团 只要修丁娜逞强的个性,是早会让他过劳死 现在连冰枪的威力都变这么弱,雷游不懂自己是来分担他的工作量 怎么修丁娜就一直朝他攻击 修丁娜表示一个男人跑进自己寝室,当然会生气 雷游觉得这对魅魔来说也没什么好经验的吧 结果修丁娜恼羞成怒,又给了一波攻击 修丁娜整理完易容出来,雷游一看工作列表至少也有五十项 建议她把项目丢给别人做,修丁娜难为情的说哪有人可以做 雷游决定来下魔力炉补充魔力的工作 她提出会在两小时三十分钟内完成工作 修丁娜说自己一小时内就可以完成了 雷游让她不用担心,化身成满身盔甲的模样 为了好办事,向修丁娜提出赐予她辅佐四天王的头衔 另一边艾吉德纳正向其他三人开会议 由于早上发生的事情,希望自己能够帮修丁娜就好了 梅尔涅茨说不行,这样只会让修丁娜更在意 艾吉德纳也觉得以她的个性确实会这样 这时雷游回来了,修丁娜一看三十分钟没到 正打算给她指派下一个工作 这时雷游表示自己需要休息一下 因为她很久没有模仿别人魔力的波长 休息同时,顺便见习一下修丁娜的工作方式 这时过了半小时,修丁娜问她休息够了没 雷游说她还要再休息一下 因为她也很久没有使用变身法术了 雷游吃起桌上杂粮,认为这个难吃的东西 也要重新检讨才行 这可让修丁娜很不爽 又过了半小时,修丁娜走到雷游面前 都过一小时了,你应该休息够了吧 雷游说还要再一下下 这时修丁娜想拉起雷游 结果雷游一个重力数,让她是不上你 她吐槽,别把魔法用在这种地方 又再次过了半小时 正当雷游还在想对外要怎么称呼自己 结果修丁娜走向她 她觉得雷游就是一个好吃懒多的饭桶 并召唤出了自己的法杖 施展魔法的同时,门突然想起 雷游化身为黑骑士欧尼克斯 眼前的女孩名叫戴安涅特 这里就称她为小呆吧 她向雷游报告魔力如的魔力事宜 小呆取下了脖子上的护身符 表示这东西可以正常运作 修丁娜惊讶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不是雷游亲自去补充魔力吗 小呆又继续说道 因为这个护身符的运作和耐久度都没问题 只要获得修丁娜的允许 从明天开始就能由他们代替修丁娜补充魔力 修丁娜不确定小呆能够使用她做的魔力炉吗 要补充魔力炉 原则上只有制造的魔法师本人才能办到 也就是说修丁娜所制造的魔力炉 只能用和她相同波长的魔力才能补充 如果勉强不同波长进行补充的话 可能会让魔力炉坏掉 雷游插化接着进行说明 大约两小时前 她在去魔力炉之前跑去城内的工坊 和哥布林受尽时要了一颗紫水晶 然后注入了与修丁娜相同的波长的魔力 紫水晶一旦记住了波长就绝对不会忘记 也就是说她能自动校正佩戴着的魔力波长 这样护身符就完成了 随后找到了小黛 教她怎么补充魔力 并让她多招几个和她同等魔力的人 一起分担补充魔力的工作 包括她在内四人轮流带着护身符 完成了今天的工作 雷游希望从明天开始 他们四人组队轮流补充卢心的魔力 她会在三天内配发护身符给她每一位 这样就能减轻修丁娜的工作量 一旁误会的修丁娜不知道该说什么 雷游告诉她小黛一直很担心修丁娜 小黛知道修丁娜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 这次很高兴能够帮忙到修丁娜 未来如果还有其他能帮上忙的事情 也请她尽管提出 听完的修丁娜很是感动 表示以后有机会也会请她帮忙的 这时小黛也高兴的离开了 雷游说今后只需听取他们的报告 有问题再亲自出马就可以了 她依照约定在两小时三十分钟内完成工作 并且还是永久性的解决了 雷游希望她不要什么都一人承担 与其让能力高的人单独努力 不如让每个能力平凡的人 各自去做好能力范围的事 这样就能解决大部分的工作 修丁娜问她怎么不马上告诉我 雷游指出她实在太操心了 要是告诉修丁娜 她肯定会说那我去看看情况的话 被说中的修丁娜反驳 你把工作交给部下这点没问题 但是他们在努力的期间 敏萱在偷懒也是不争的事实 雷游不禁感叹真是心寒 自己哪有偷懒 她在观察修丁娜的工作情况 发现有好几个处理起来没效率的部分 她拿起重新修改的部分 让修丁娜看看 请单上标记的七个项目 今后也可以交给部下去做 修丁娜担心他们能做到吗 雷游说 教会他们处理也是上司的工作 她向雷游道歉 自己从面试的时候就一直刁难她 但是雷游还是好好完成工作了 身为四天王必须郑重和她道歉 雷游让她别客气 要是修丁娜过劳倒下 魔王军一定会止步不前 到时她也无处可去了 所以才会想尽一份心力 修丁娜觉得她这个性还真不可爱 雷游说自己才会独自一人旅行啊 说完她打算去处理下一件工作 身后的修丁娜再次向她表达谢意 这时雷游想到修丁娜要她帮忙这工作的时候 说了绝对不会让你后悔 下一句修丁娜还记得吗 太羞的修丁娜直接一个魔法轰了过去 半晚修丁娜把雷游给叫来 修丁娜告诉她 莉莉要去 拉尔哥还执行后勤 因为城内的粮食和物资都快用光了 所以这次的采购任务不能失败 雷游感觉情况比想象中还严重 但问题还不止这个 她拿出莉莉提交的企划书 上面写着大家要带着笑容开心的执行任务 下集预告 为了让莉莉能够成长 雷游不惜让自己中毒 也要让她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那么这集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掌握最新故事进展 那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